这个问卷里面的这个 这个阵列 实际上 你看这一支笔 my value 然后呢 总共会有 一二三四五六个数字 那特别至于 顺便先讲一下阵列 反正Java以后都会讲到 这个地方总共会有几个数字呢 六个吧 对不对 所以它的阵列长度是六 所以将来我要知道说 里面有几个 那就是用myvalue.lex 它有个属性叫lex 你就可以取得 它有六个长度 lex就长度 然后它的编号一定从零开始 零到五 OK 所以以后要取得97的话 就是myvalue 中瓜糊 里面放一个零 放个零 这样就抓到第一个 一二三四五 OK 所以有六个数字 这就是阵列 以后存取 因为这个将来用的非常多 因为你如果有大量资料 比如说在网路上抓一些资料 那你必须塞在哪里 塞在针点里面 那你要抓的话怎么抓呢 那就011把它往下抓 那怎么抓会比较简单 当然跑个回圈抓比较简单 OK 因为你不可能说 012 那如果说你有100个 你要写100行吗 不用啦 你就写一个回圈就好 这个回圈的话 基本上后面也会讲 所以 那个阵列配合回圈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这个观念没有的话 后面的东西呢 应该 你也没办法run得顺利 那我们这边 会产生一个 也另外就起一个什么 int的一个 一个变数 叫做mysum 它初始值等于0 也就是说mysum 应该就是加总 要return回来 这个变数 那后面起一个 那个for回圈 for回圈里面的话 这个等于0 初始值等于0 所以它for回圈里面 一定第一个 是它的初始值 第二个就是 进入的回圈的条件 当它 小于 等于 等于2的时候 所以什么时候 会进到这个回圈呢 当它等于0 加等于 加等于就是把它加起来 所以它原来就0嘛 所以一定会加第一个 97会加起来 所以mysum等于0 原来就0嘛 就把97加过来 加过来之后 再变97 再来就76 这个是0 1 2 等于对不对 再来就3 三条件 超过了 所以怎么办呢 跳离这个回圈 所以跳离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把前面 其实就是把前面三个 加总的结果 Return回来 Return值 所以Return值 就是什么 225 所以是这么来的 那 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后面 我们还会再提到 有关正列跟回圈 比如4回圈的部分 OK 那大概 稍微了解一下 大家的程度 所以 大概有6成的同学答对 OK 那应该算不错了 再来的话呢 代表的程度 看起来 虽然好像 大部分都选这个 可能是客气吧 刚刚 大部分 有6成的同学答对 可是 几乎大部分 有6成5的同学选这个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大家的程度 都普遍的比较 那可是又有一个同学 非常高级 所以这个落差有点大 那可能如果请 选这个的同学 你可能 是不是要有点心理准备 因为一般我们还是会取一个中间的点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选了这个的同学 那是不是说 也许你往前再做其他的立体 或者是说呢 旁边同学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能也协助一下 以后你们的专题 也是一个team 应该就是 也要一个teamwork 所以 是不是说 也可以拉一下旁边的人 然后让他也可以慢慢程度拉上来 然后有两位是进阶 OK 好像百分之几乎是 9成以上的同学都是选这两个 所以这个 是我上课的进 不过没关系 如果你们实在是 比较听不懂的话 或者有些细节 我可能讲得太快 因为我可能觉得 那应该你本来就会 就应该会的 那讲得它会飞快一点的话 那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你马上提问 要不就是回去 再慢慢 我就把它录下来 那我为什么录下来 就是因为我一定知道 你们听 有些同学会听 马上不可能马上听懂 如果马上听懂 那你是天才了 对不对 所以回去还可以慢慢看一下 OK 那主要希望哪部分为主 一般都是以实际的例子 所以我会多举一些实际例子 然后呢 希望未来 服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大部分都是城市开发 那你对Java熟不熟呢 大部分都是没选过 OK 好 大概知道一下 各位的情况 那我们这些地方 是利用那个Google的 云端硬碟 那Google云端硬碟 其实非常好用 它除了说可以做表单之外 第二个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讲义里面的 第二个连结 就是这里面 我也放了一些东西 那再来我们就要开始开工的啦 那开工的话呢 我们需要有那个使用Java的环境 因为最好是一边打 然后你一边可以做出来 你会比较有感觉 我在讲这个之前 顺便稍微带一下 如果你们对云端硬碟不熟的东西 我是建议你有空 可以去开Google的时候 这边不是有云端硬碟 那里面的话呢 可以进到里面 那我的东西基本上 看一下 像我的云端硬碟 里面有放了多少东西呢 实际上 这 这边 这边有一个升级 那我现在的空间是那个 1.2 1.02TB 我的空间这么多 而且是免费的 你看我1.02里面上应该要花这个钱 可是我没有花这个钱 为什么 因为我的大户 因为我用的太多了 所以奇怪 以前是大户要花更多钱 现在不是 现在如果你是大户 你就不用花钱 就是你使用越多 他不收钱就算了 他好以为每个月付我钱 OK 所以这种概念可能 所以Google为什么会大赚 这没有原因 他就把很多逻辑给颠覆了 OK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网络公司 那其实 就是因为怎样 我是先期导入者 另外 我建议各位可以做一件事 在地 在地想导宣传活动 他提供我一梯 那这个 这个是做什么事 其实非常简单 我之前就看他那个 Google地图的APP 他跳出来的时候 问我说要不要加入在地想导 我想说因为我本来已经就做 他只是说你在多加 什么 其实也没有多加做什么事 就是说 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到了一家餐厅 那你就做几件 第一个评论他 比如说这家餐厅好吃不好吃 你给几颗心 然后评论一下 这样子好像就可以拿到两分吧 然后你就照几张相 大概照过三张相 大概就有两分吧 那你只要这个分数 超过250分 他就给你免费1TB了 够简单吧 我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完成了 我也写了一篇部落格文放上去 然后很多同学觉得还蛮妙的 然后就纷纷响应 所以我发现好像越来越多人做这件事 那实际上他主要的背后 就是希望run那个big data 因为大家 其实这个big data是非常有用的东西 它其实就像石油 它可以开采 那它背后的话 就可以知道说每个人的 他的一个你的行为模式 他会让你记下来 OK 好 这个地方提供有个参考 就是有关那个延伸性的应用 OK 这个是Google的那个云端硬碟 那你有兴趣的话 我好像在部落格里面 有写一篇这类似的说明 OK 第一阶段 第二个部分的话 那待会我们也许就是 要接着进入到我们的主题 那因为前面有一些有关Java的由来 还有有关那个相关的平台 不过在做这件事情可能太抽象了 所以我们在可以配合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 那里面的话有可能你们 等一下课的话 也许花一点时间到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 去帮我抓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GOO.GL 刚刚这个斜线 我们的网址 其实就是在那个我们的讲义里面有 你可以打上这个 3EV28M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我提供了一个蛮稳定的一个版本 Eclipse跟JDK 那特别注意 这个Eclipse这个版本 跟我们未来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Eclipse网站上去下载 Eclipse网址就是 www.eclips.org 这个 OK 那里面你找到download 你也可以在download里面 download是里面找到什么 Eclipse for ID for Java developers 那当然特别注意 它有分32跟64 OK 请追逐一下 你用哪个版本都可以 可是前提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电脑本身不是64的 你就不要去抓64的 如果你电脑是64的 你就抓64的 可是会有个问题 如果你不确定怎么办 那很简单 你就抓32就好了 因为保证应该没问题 OK 那所以我在云端上放的那个也就是32的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你的Eclipse版本是32的 那将来你在抓JDK的时候 也要抓32的 那它可能不会写32 它会写什么 X86 OK X86 OK 那这个64的话就X64吧 还是什么 OK 就是它名称不会一样 不过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两个版本要match 才可以work 否则的话 如果说你 比如说你也可以不是抓64 然后你JDK抓32 没办法 所以你一打开 就会有个警告 我跟你讲 它找不到JDK OK 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所以 那个Eclipse版本 你可以从我云端上抓 或者是你可以抓最新的 OK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需要的第二个环境 是那个JDK 那这个Eclipse 实际上它是一个整合型的开发环境 也就是你打开之后 反正它编辑器 只要我们不要在记事本里面写层次就好了 因为记事本里面就黑白的嘛 那Eclipse它可以帮你什么 反正上面有颜色 并且有行号 然后让你知道 而且有些程式会自动帮你产生 这样会幸福很多啦 因为Java你在官网上面 它跟你讲 我看很好笑 它教你写程式 它是用记事本写程式的 写Java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不知道早期 Java最早是用记事本在写的 它没有那个ID 那这个东西是后来才开发出来 而且一定要感谢IBM 因为这个本来是商用软体 后来IBM无偿的把它捐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网址是ORG 它不是点COM OK 那你可以很方便去开发 当然 Eclipse除了说呢 可以开发那个Java之外 它也可以开发什么 C++ 像它有开发PHP 这个OK 像我也用这个来开发PHP 那我发现很妙 这东西很好用 可是在台湾用的人却很少 大部分人还是用什么 Nordepay Plus Quad 就是用记事本 那如果要debug的时候 我之前有遇到一个 就是我要debug 我用这个来debug 然后我想说 它会有人分享 如何用Eclipse来debugPHP 后来在台湾找不到有人分享 即便有人分享的 也都有问题 让我出来 后来我反而在国外的网站上 我发现有一个印度人 现在印度人都很厉害 写程式都特别厉害 然后呢 他就分享怎么样用Eclipse 去debugPHP 后来设定就OK了 好像在我的YouTube的网站上面 也有放这些东西 其他相关的东西 我想各位可以先了解一下 因为开发环境以后就是 大部分开发Java 都会用这个来开发 其他像开发什么JSP 或ServerLate 也会用到这个Java11 其实这个我在YouTube频道 我有放 如何去开发 用Java 开发JSP 或ServerLate 不过这个部分 好像在台湾很少人有分享 所以很多人看了一些影片 也有写信握摩 OK 然后其他的话 第一个 ID的开发环境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JDK 那这个JDK 你可以到那个Oracle的网站 那你想说 老师不是Java吗 对没错 可是呢 Java被Oracle给买 就是给并购了 好像花了65亿美金 就把生羊 Java这家公司给并购进来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找Java的相关下载 那你要记一下 它的网址就是 www.oracle 这个是甲骨文 台湾翻译成甲骨文 ok.com oracle 翻译成甲骨文 有点怪怪的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里面你要download的话 请你找到什么 在这个地方 你就进到Oracle的网站 然后进到那个download 这边有个download download的地方 你找到最popular 因为 其实Oracle还蛮聪明的 它买Java就买对了 因为它一买了 它等于有曝光率又增加了 而且它多一个开发环境 把它并进来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download里面 那个Java for Develop 这个地方 你就点进去 它download的版本 其实点击进来之后 Java 那特别注意啊 请你找到那个Java SE就好了 或者是这个JDK这边 你找到JDK 这边有个JDK OK 这里 然后你找那个什么 download 特别注意啊 下载的部分 请找到这个地方是for Windows 因为它跨平台 所以Linux也有 Mac也可以啦 所以如果你是用Mac来开发的话 你就download这个 OK 那现在好像用Mac的人越来越多了 尤其在Starbox 常常看到 那 这边有分成X86 有没有发现 跟X64 所以如果你是抓的是32 那你就抓X86的 不要抓错了 两个不mach 就不能run OK 那下载的方式 好像上面有个什么accept 这个有个agreement 就是记得要点这边 先点这个 accept这个 你不能点啦 现在点它不接受 它会跟你讲sorry 那没办法download 请记住上面有个点这边 然后呢 请你点选 你如果要X86的 你就选这一个 X64就选这一个 OK 那两边mage之后 你这个环境 先装JDK 再下载Eclipse 解压缩出来之后 那Eclipse 完全不用安装 它是有点像环保软体 它不用set up 直接就可以直接来用了 那你就可以开始开发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除了说可以从官网上面去抓 Eclipse跟Oracle之外 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云端硬碟去抓这个 这个Eclipse 422 这个 不过我这是32的 那这个环境 因为要跟我们后面的Android 可以联系的上 所以这个Eclipse 422 它除了可以开发Java之外 我也已经把Android的那个外挂给挂上去了 所以这个环境也可以开发Android OK 可以同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然后我先把画面还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 也许我们就是一边讲一些理论 然后穿插着讲一些实际的东西 因为有些东西 你说讲一些那个什么它的由来 讲一些平台 如果只是讲理论的话太抽象了 所以我们可以一边做 然后呢一边去理解 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具体 你又很 就是可以很放松的去了解这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其实很生活化的 它不会不是说很好像遥不可及的 它甚至可以做到很多东西 是可以跟你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随时随地也许 将来当然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 在你手机也许你可以 像我现在还蛮习惯就是 用Java 或者你就可以去抓一些网路上的资源 然后在手机上秀 真的非常方便 OK 好先也许我们就 试试看 然后呢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 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好